看影片之前提醒你热点网站有更多内容哦 日本的动画和漫画文明世界 那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动漫制作和输出国 日本的动漫产业名列当地最大的产业之一 正是还为旅游产业开拓了新市场 越来越多人因为动漫而前波后继 想要到日本开启一趟旅行 形成了日本常见的一种文化旅游模式 那也正因为如此 日本当地的二次元旅游景区也开始飞速发展 不管是动漫的取景地 动漫展览或者是动漫元素的主题乐园 都成为了动漫迷的朝圣之地 那日本才在十月中的时候重新开放旅游 不少外国动漫迷都已经迫不及待要冲往日本 到底为什么动漫之旅在日本会如此受欢迎呢 魅力又到底在哪里 接着下来就让我们跟着镜头来一趟日本的动漫之旅 横跨日本关东到关西的动漫之旅 出发啦 第一站来到远眺富士山 群山环绕的香根 香根不只是日本著名的温泉乡 更是新世纪福音战士迷心中必定要朝圣的城市 动画中的第三东京市正是比照香根来构造 走一趟香根处处都能找到惊喜 桃园台的车站内还有紫色初号机的踪影 是外国旅客打卡拍照的必导之地 大量的白烟和硫磺流出的大涌谷 不只是火山口遗迹 也出现在福音战士的场景当中 这个地方就是那个大涌谷 然后它就出现在福音战士的行业机里面 当时主节受到一些挫折 它只是离家出走 然后经过那个路的受伤 基本上它受处了整个哈国内的香根 很多的名地方 然后最重要的名地方就是后面这个大涌谷 它不是一个日本传统式的那个动漫的模式 它讲述是一瓶青少年在寻找自我的故事 如果说福音战士重在探讨青年如何寻找自我 那么灌篮高手就是满在80后90后的热血青春回忆 动漫之旅的第二站抵达灌篮高手取景地连仓 片头中鹰木花道和情子挥手的十四路口 每一天都聚集着大批慕名而来的旅客 因为一部灌篮高手 小车站成了无数动漫迷心中的潮胜地 一部动画变成城市名片 吸引游客来到心目中的圣地巡礼 这样的例子在日本比比皆是 除了动漫取景地受游客青睐 第三站位于横滨山下码头的横滨高达工厂 现实展出远比例而且全身可动的高达战士 也同样是人潮聚集地 一到定点演出时间 观众们都会围绕这个高达18米重达25吨的钢铁巨人 仰望它灵活地展示各种动作 只属于所现实限定的日本动漫展览 一旦错过了就难以再看到了 日本他们动画的东西 他们一直在推城出新的样子 所以很多时候他们要出一出新的展览 新的一些event 来让更加多人再继续回来 很多外国的动漫迷们 也是因为有些现实限定的展览来到日本 像现在我们后面有生的Gundam 这个只会到3月31号而已 Nikahama的Gundam Factory展是唯一 他们第一次建造起来 一百亿全可动的大型Gundam 动漫之旅最后一站 前进位于关西的大阪环球影城 大阪环球影城是唯一一个 有大量日本动漫元素的环球影城 让园区中不只有好莱坞大片的 游乐设施吸引游客 日本在地动漫文化和外国文化在大阪环球影城内 可以说是相映成灰 动漫文化近年来其实风靡全球 一些很卖座的电影都曾经在大阪影城 有着主题公演 还有演出 包括《海贼王》《鬼灭之刃》 然后《竞技的巨人》 现在万圣节的时候就有咒素回战 日本的动漫文化已经成为世界一个 很具有地方文化色彩 可是却影响了全世界的日本文化招牌 大阪环球影城还打造了全世界第一座 超级任天堂世界 通过长长的绿色水管后 就会瞬间掉入游戏世界当中 园区内处处充斥着马力欧元素 还原游戏中的主题建筑 还有机会看到马力欧兄弟和你打招呼 大人小孩都玩得不亦乐乎 爱红百集的时候 就是开始那些在用游戏集的时候 Super Mario根本就是一个很强大的IP的存在 然后这IP已经差不多接近30多年了 马力欧游戏本身 它可以对很多不同年龄成人造成很多的回响 从动漫取景地 现实限定的展览 再到主题乐园 日本的动漫次文化带动了日本的旅游业 大马本地旅行社也因此看到了商机 为动漫迷们特别打造日本动漫团 日本在地岛游相信 未来因为动漫文化而到日本旅游的游客 将只增不减 我们日本有一个电视节目 在机场经常采访那些观光客人 问客人为什么来 超过一半的年轻人来这里是为什么呢 他们说我从小就看漫画 所以说在这种动漫文化 游戏文化方面 其实带给我们很多很多的连带性 我们现在看到来的这些人都是年轻人 但是他们的孩子也跟着看这些东西 一代一代 在未来的时间会更加多人 因为动漫的文化去大足我们日本 日本靠着动漫文化 游戏文化展现了就算是不同语文 也可以展现强大的文化感召力 动漫之旅相信也能在后疫情时代 为日本相来惊人的经济效益 插量自身的金字旅游招牌